话语时期 他的一生 完美了我 亲爱的听友们 大家早上好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 今天是10月4日星期五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以耶稣的名欢迎你 这是克里斯欧亚克罗姆牧师的 每日领袖 话语的实际 我们为你带来的信息题为 以他的神圣计划保持意志 让我们一起看看 耶利米书第29章第11节 新国际译本之一 说些什么 因为我知道我们为你们所定的计划 是使你信生 不伤害你的计划 是给你希望和前途的计划 Hallelujah 你需要明白 关于你生命的一些重要事情 你是拥有神圣命令的孩子 你的生命不是偶然的 你生命中的顺序和事件都是由神精心安排的 你的角色是认识到这些神圣的安排 并遵循他们 沿着他为你预先安排的道路前进 预定在你里面运作 以福手书第二章第10节 扩大版圣经说 因为我们是神自己的手艺 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重新造成 重生 叫我们行神所预定 预先计划 给我们的上功 走他预先预备好的道路 叫我们行在其中 过他预先安排好 预备好 让我们过得美好生活 罗马书第8章第29节说 因为他预知的人 他就预定 当你与他的旨意同步时 你就会体验到 他为你预定的祝福和最大程度的满足 生命中最好的地方 就是在神旨意的中心 当你意识到这一点时 你将会永远充满喜乐 并坚信 无论发生什么 你总是会赢 你是一个永远的胜利者 因为你在神的地方 在神的时间里 以神的方式实现神的目的 这种认识直观重要 当你以神的旨意保持一直时 你就不会焦虑或担心 你会时刻保持平静 不会处在空晃中 因为你知道你是在按照神的时间表 而不是人的时间表行事 重要的是要知道 神设计你的人生是为了让你从荣耀走向荣耀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尝怀感恩之心 你总是能赞生任何逆境 因为作为重生的人 一切都是为了你的益处 我们知道 在万事上 神都为爱他的人的益处运作 这人是按他的旨意被造的 罗马书第八章第28节 新国际译本之一 哈利路亚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祷告吧 亲爱的天父 我通过你的话语 以你完美的旨意保持一致 我生命中的每天事件 在为我的益处而效力 因为我在你的计划中 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 我的心充满平安和信心 并知道我所走的每一步 都在实现你的旨意 在耶稣的名里 阿们 如果你想更深入地了解今天的信息 我们鼓励你在学习期间参考 并默想这些经文 真言第三章五至六节 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 一年读经计划 菲利比书第二章第十九节 至第三章一至十一节 伊赛亚书第三十八至三十九章 两年读经计划 菲利文书第一章一至九节 耶利密书第五十二章 荣耀归于神 我们相信你们因今天的信息而蒙福 我想温馨提醒大家 后天晚上十点 是我们预克里斯牧师 十月份的全球圣餐礼拜 请访问一下的网站 并参与线上直播 谢谢大家 无论你是来自哪个国家 城市 地区 教会 只要你有心将神的福音传到地级 我们欢迎你 与我们一起合作 在二十四小时内 用话语的实际 以所有已知的语言和方言 带上帝的爱和信息 到你所在的地方 充满整个世界 你可以通过四种方式 为这个活动做好准备 第一 赞助话语的实际 第二 参与祷告 第三 招募赞助者 第四 在你的城市分发 话语的实际 如果你有兴趣 参与我们一起祷告 请扫描以下的二维码 通过Zoom连线 我们将 每周一晚上九点半 为这个活动祷告 哈利路亚赞美主 这本每日灵修 话语的实际 现在已经有8123种语言译本 荣耀归于神 如果你有兴趣 与我们合作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 将福音传到地级 请通过这个电子邮件 与我们联系吧 亲爱的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 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我全心相信 永生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相信他 为我而死 神又使他 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他 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 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 就是我生命的主 接着他 并他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接着每天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 神荣耀的同在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 以我们联系吧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